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给你看两株卡特兰 这两株卡特兰呢 都是原生品种 Cathalia, Doviana,多维卡 它们呢分别是两次 不同的网购得来 从不同的国家 这一株呢 是八个月前 准确一点呢是 十二月底 去年的十二月底 到新年前 就这一时间买的 那现在呢应该是八个月 来的时候呢 四片叶子 现在长了这片新叶子 下面呢有一个新芽 看一下它的根 已经长满盆了 基本上长得蛮不错的 这是八个月 来的时候呢是小苗 这株呢是从台湾买的 当时的价格呢是在八十加元上下 很贵 因为它毕竟呢 是小苗 要至少呢 要至少呢两三年以后呢 才可能开花 现在呢长得还不错 我觉得这两年左右呢 应该是可以开花 我希望吧 旁边的这一株呢 是三个月的价格呢是三个月前 五月底从厄瓜多尔网购的 厄瓜多尔呢 前一阵子呢 一直没有过去的两年三年之内呢 一直没有这个多维卡 上次有的话呢 我就立刻买了一株 因为通常呢 厄瓜多尔的卡特兰呢 都是成苗 那我满心期待呢 它应该是成苗 这株的价格呢 是在五十美元上下 因为当时呢是打折的 结果呢 来了以后呢 也是小苗 不过呢 是五片叶子 比台湾的那个呢 多一片叶子 但是呢 因为没有根 那我呢 就把它种在植料里面 就像这株一样 因为五月份呢 已经很暖了 我的植物呢 都放到外面 室外了 种下去以后呢 我就放在外面的花架上 结果三周前呢 我才注意到 它的叶子呢 全部都皱起来了 你看 我拔出来一看 一条根也没有长 因为今年夏天呢 多伦多的天气特别干旱 每天喷一次水 浇一次水 没有用 那我就赶紧把它从 植料里面呢 拿出来洗干净 水培了 放到室内 这是三周 其实还不到三周 长满了根 最长的根呢 现在已经有 两个厘米了 非常非常非常快 因为 卡特兰呢 没有根的时候呢 它希望的水分呢 相对要高一些 湿度呢 相对要高一些 所以的话呢 假如你也有 没有根的卡特兰的话呢 我觉得呢 尝试一下水培呢 又有根很厉害的 你看现在长满了根 不过这株的状态呢 比起之前的这株呢 还不如 非常遗憾 希望在两年左右呢 这两株多维卡呢 可以有花看 谢谢大家